魏英坐在洗床上 心里忐忑不安 手不停搅动着 脑海里浮现出出 嫁钱于夫人对自己说的话 你要记住你是什么身份 不过一个上不了台面的私生子 要不是那兰二公子 是个暴虐无道之辈 兰二公子道理这好事 能轮到你头上 到了那边最好安分守己 别给江家惹事 还有出了这个门你 就和江家在无瓜葛 是生是死都与江家无关 记住了吗 外院发生什么他听不见 因为这静室太安静了 静得可怕 他只好缩在角落紧紧抱住自己 告诉自己别害怕 没事了 没事了 蓝湛回到静室 看到床角落缩成一团的人 他心疼了一下 现现以后不会再有事了 魏英感觉到有人走近自己 他更加害怕地往角落缩去 试图让他不要发现自己 蓝湛上前抱住那个瑟瑟发抖的人 魏英被人紧紧抱住 这是什么意思 突然眼前一亮 他连忙闭上眼睛 适应了一会 睁开眼睛 映入眼帘的是一位跟自己身上的红礼服清冷少年 这是自己夫君 姑苏蓝是蓝二公子吗 别怕 一日喂吃东西 可饿了 不饿 蓝湛把他抱起来 走到饭桌旁 而后把他放在凳子上坐好 而后在他旁边坐下 拿起一旁的吃食喂给他吃 魏英连忙拿过碗 三两口就吃完了 而后小心翼翼地把碗放好 定定看着他 是不是陷陷不乖了 他要赶自己走了 蓝湛看着他这般 心更疼了 三年前 他就是这般小心翼翼 生怕自己哪里做错 哪里说错了 让自己不高兴了 可是明明是他救了自己一命 如若一般人早就去打听 自己是谁 而后要求这些要求那些了 可是这小家伙什么都没问 该说他不敢问 可是他就这样在自己心里扎了根 让自己想要对他好 疼他爱他 把这世界上所有好的东西都给他 所以回到蓝湿 他让心腹去查他是谁 不曾想他过得这般不好 所以自己要心腹放出 自己暴虐无道的谣言 指明要将家少爷嫁过来 蓝湛又成了一碗粥 看着这小家伙又想抢过去 他强硬地不让他拿走 一口一口慢慢地喂着他吃 还时不时加了些点心给他吃 看到他真的吃饱了 才停下手里的动作 魏英看着他又成了一碗粥 他正想拿过却被他制止了 还那么温柔地喂自己吃 他是除了娘亲第一个对自己好的人 可是线线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他呀 怎么办 他会不会嫌弃线线 对了 线线可以洗衣做饭 打扫家务的 这样是不是就不会赶线线走了 蓝湛又把他抱起来走到床边 把他放下 而后在他身旁躺下 拿过一旁的被子盖好 而后紧紧把他抱怀里 柔声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其实蓝湛知道他的名字 可是他喜欢他自己说出来 魏英 魏无羡 那我以后可以叫你线线吗 可以 你喜欢什么都可以 我叫蓝湛 蓝忘鸡 蓝二公子 蓝湛伸手想摸摸他的头 却被他抬手挡住 这是以为自己要打他吗 蓝湛心里更难受了 蓝湛摸了摸他的头 线线乖 没事了 还有你该称呼我夫君 而不是蓝二公子 魏英看着他朝自己伸手 他本能一挡 可是没有期望中的疼痛 只有温柔的触摸 还那么柔声细语地对自己说话 可是不这样 叫他线线会被打吗 蓝湛继续哄着线线乖宝宝 夫君喜欢听你 叫我夫君 而不是蓝二公子 你是我的夫郎 这样叫我是不是很生分 魏英想了想 好像是这么一回事 于是他怯怯地唤了声 夫君 现现以后 喜欢怎么叫我都行 不过可不许叫我蓝二公子 知道吗 魏英点了点头 蓝湛看着怀里的小家伙也困了 于是轻柔拍着他的后背 柔声哄着他休息 魏英在他怀里 第一次安心地睡了过去 蓝湛看着怀里睡着的人 轻轻地亲了一下他的额头 晚安 我的现现 以后都不会再是噩梦了 天未亮 魏英便醒了过来 他看着眼前陌生的环境 缓了一会 才想起来他昨日成亲了 小心翼翼地转过头 看着身旁的人 自己昨夜竟然睡得那么安稳 谢谢你 蓝二公子 他知道他不喜欢他叫他蓝二公子 可是他习惯了 而且现在这一切都好像是自己做的梦 好到不真实 魏英很清楚 这一切的美好都不会属于自己 魏英小心地起身 轻生穿好衣服 把自己收拾好 便往厨房走去 厨房里正在忙碌的下人们看到他进来 连忙行礼 魏英没有被这样对待过 所以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不 不用客气 夫郎 你要找什么 还是您饿了 再等一会便可用善了 不 不是 我 我是来 干活的 说完魏等下人们反应过来 便熟练地干起活来 一旁的下人们反应过来 连忙制止 夫郎 使不得 使不得 您想要吃什么 吩咐一声便是 没关系的 你们去忙你们的 不然一会管事会来骂你们了 下人们只好帮他准备好所有食材 看着他要拿刀切菜 连忙接过夫郎 您说 你想要什么样的 小的给您切好 看着下人们这般 魏英只好作罢 他不习惯麻烦别人 而且这样下去 只会让他们难做 不用了 你们忙吧 我不打扰你们了 下人们看着他 走远了松了一口气 要是刚刚夫郎有磕着伴着他们就惨了 夫郎未进门前管家就交代他们了 二公子很是重视疼爱夫郎 不可让他劳累 好生照顾好 魏英漫无目的走着 他现在不知道该做什么了 他很没用 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 二公子会不会嫌弃自己啊 他看到院子有些脏 他连忙去找工具打扫起来 蓝湛醒来 不见怀里的人 他连忙起身穿好衣服洗漱好 正准备出门寻他 下人们端着早扇在门外示意 可要用早扇 蓝湛应了一声 下人们便有序地端着早扇进来 看着都是他爱吃的 他才满意了 等等 二公子 还有何吩咐 夫郎呢 今日天未亮 夫郎有来过厨房 可没意会夫郎便离开了 小的不知夫郎去哪了 知道了 下去吧 下人们行了里便退下了 蓝湛把食物盖好 出门寻他去了 走到后山 看到他坐在一石头上 不知往嘴里晒什么 他轻声走到他身后 看着他把一块又黑又硬的饼 用力地咀嚼着 许是有点噎着了 把手里的饼放下 用手捧了一口山泉水喝了 又垂了垂胸口 终于把那口东西咽下去了 蓝湛心疼得不知说什么 他在江家到底过了什么样子的日子 难道查到的那些只是冰山一角而已吗 魏英干完活 心里才踏实了一点 他一时忘了他现在是在蓝家 以为还在江家 便找了一处无人的地方坐下来休息 他从怀里掏出一块偷偷藏好的饼 他自从被送到那个地方 开始便有了偷偷藏食物的习惯 即使那东西坏了 他都要咽下去 因为饿肚子真的很难受 小时候照顾他的婆婆 还在时 他还能吃顿热饭 哪怕是粗糙的糙米咸的眼泪都掉下的菜梗 他都觉得是这世上最好吃 可是婆婆走后他便没有吃过一顿热饭了 婆婆说了要自己怪 因为乖小孩才会有人喜欢 所以他这些年都很怪 好像昨晚自己梦到了吃顿热粥和好吃的点心了 比婆婆做的糙米粥和咸菜更好吃 不知道今晚还能不能继续梦到 能梦到就好了 这样自己就又能吃顿好吃的了 蓝湛伸手轻轻把他抱怀里 用下巴蹭了蹭他的头线线 怎么自己一个人在这里 魏英突然被人抱住 吓了一跳 正想挣脱时听到熟悉的声音 他才反应过来 他成婚了 他现在在蓝家 不是在江家 对不起 我以为我在江家 二 嗯 献献该换我什么 魏英那句 二公子不敢再说出口 二哥哥 蓝湛亲了亲他的脸 献献真怪 来 我们该回去吃早饭了 说完把他扶起 牵着他的手往静室走去 回到静室 蓝湛帮他洗干净手 牵着他走到桌边坐下 盛了一碗粥给他 看着他不敢吃 只好喂给他吃 不曾想这小家伙 把碗接了过去 不过不再像昨夜那般着急吃了 魏英刚刚吃了点饼 吃了这碗粥 也不怎么饿了 可是看着这么多食物 都没动过好浪费 于是他小心翼翼地说二哥哥 这些可以留着吗 怎么 献献想留着待会再吃 不能浪费了 好 献献还想吃什么 夫君好去准备 不用了 这些就够了 好 听献献的 不过想吃什么 跟夫君说知道吗 魏英点了点头 他真的很好很好 献献有资格留在他身边吗 蓝湛牵着他的手 带他看看云深不知处 蓝湛带他到后山一处地方停下 魏英奇怪地看着他 怎么停下了 献献 你过去看看 可喜欢 喜欢的话 以后可常来玩 魏英松开他的手往前走 映入眼帘的是一群雪白的小家伙 兔子 怎么会有那么多兔子 魏英小心地抱起一只 好可爱啊 蓝湛看着他这般爱不释手 心里也高兴 献献 可喜欢 喜欢 谢谢二哥哥 蓝湛上前把他抱在怀里的小兔子放下 把他抱怀里 献献 永远都不用跟我说对不起和谢谢你 知道吗 二哥哥不喜欢自己对他说这些话吗 好 献献 明天自己在家 过些十日带你下山玩可好 好 好 谢谢 小兰 小兰